每天一分钟轻松学坚谱 大家好,我是张峰 今天我们来认识两个常用的负点节奏型 那么第一个,四分负点音符后面加一个八分音符 这个节奏型通常被叫做大负点的节奏型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实质线的画法 前面负点四分音符为一拍半 后面的八分音符为半拍 在两拍内完成这个节奏型 我们在打拍子的时候 也可以把这个节奏型计为一个单位 注意,我们有很多小节奏型 都是一拍内完成,以一拍为一个单位 这个是以两拍为一个单位 大大,你看 大大 注意,我们在演奏或演唱负点节奏型的时候 这个负点音符一定要重拍演奏 就是强调一下要比后面这个重,前面重,后面弱 大大 有点这个,拨着脚走路,脚伤得特别严重 一拳一拳一拐的感觉 大大,这种感觉 那么下方这个负点八分音符 后面加一个十六分音符 这个小节奏型叫做小负点节奏型 那么这个节奏型就是在一拍内完成 以一拍为一个单位 大大大大,你看前长后短 也是前重后弱 大大大大 有点感觉像是我们这个 哎,脚啊 稍稍的这个伤势 轻了能走得快一点了 大大大大大 但是还是跛着脚走路的感觉 用这个小技巧 我们把这个两个节奏型 把它打准打问 你学会了吗 关注我 学习更多简朴无效知识